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讨论的结果是怎么样 相信我们既然是基督徒 我们会说是信仰是必须的 可是我希望我们更清楚地明白 为什么信仰是必须的 信仰的角色是什么 换句话说 我们讲信仰的时候不是说是 我祷告我相信上帝会让我成功 上帝会让我中奖 我就会相信 我相信得很沉的时候 上帝就会让我的奖 不是那样子的信仰 而是我们的信仰 就是相信上帝是照他启示给我们的上帝 他就是完全按着他的 启示给我们的那样子的上帝 我们不要把上帝当作一个迷信的对象 因为基督教不是一个非理性的宗教 他有很多地方关于上帝的事情是超过人的理性范围 可他不是非理性的范围 他不是一个神秘宗教 他中间有些奥秘宗 目前还没有认识的事情 就像保罗他说 到时候我跟主面对面的时候 很多现在看着模糊不清的 很多现在不了解的事情 到时候我就了解了 换句话说是 上帝是一个 其实理合不合理这个东西呢 就是上帝的定义 上帝自己定义什么是合理的 上帝跟他自己所定义的 就是完全相复合的 上帝是个理性的上帝 所以呢 我们用理性是必须 可是超过我们理性的范围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用的是信心 譬如说是 上帝的给我们的启示讲 他将来有个信天信地 我们都有一天要改变 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都要改变 我们会有个荣耀的形象 这样一个永远的国度 这个东西按照我们人的 现在的经历 你这个天地怎么回 回了以后怎么样子 建立新天新地 而且人怎么会 是一个不会犯罪的人 是一个不会疾病的 这个东西好像是很神秘 在人的这个体验的范围之外的 很多人觉得 这个东西要相信很难 可是这是上帝的话语 而且我们看见上帝 对这个救恩的设计 从创造到复活 到将来的这个审判 到新天新地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们经历了 这一部分的计划 这个上帝的工作 那个工作还没经历到的 上帝的话语是这样讲 我们就相信 所以我们信仰不是自己做了什么梦 或者消化不良 起了什么样子的念头 做出来的东西 而是我们信仰 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上帝像我们启示的东西 这是我们信仰的对象 超过我们现在经验的范围 都是我们信仰的对象 OK 好 我们再继续下面一部分 信仰这件事情 我们来讲的信仰的话 什么样子的这个学问 或者是在人之间所存在的中心 什么是需要信念的 讲的基本假设 换句话说 宗教和哲学都是这样子的 换句话说是 宗教跟哲学里面 它有用的方法不一样 它的结论不一样 可它基本上回答的问题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是 基本上的问题 就是一个是存在问题 宇宙是怎么来的 宇宙的性质是什么 人是什么 人的性质是什么 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宗教跟哲学呢 都讨论这样子的问题 OK 那么性质是一样 答案不一样 那么这个哲学讨论的问题 除了这个行而上学 我们在宗教里面 我们不那样子的系统性去 一般不是这样系统性去研讨 他研讨 除了行而上学以外 另外一个叫什么叫做善 什么叫做恶 所谓的能理学 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善恶 善恶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是善 为什么说那个是恶 这个是哲学这样讨论 宗教讨不讨论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 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善恶的观念的东西 当然有 我们讲人是什么 世界是怎么来的 圣经里面讲不讲这个问题 当然也讲 OK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那个基本的 这个哲学宗教所处理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子知道的问题 这个叫知识论 就是epistemology 我们怎么样子去认识 其实我在这个 跟你们分享系统神学 这第一段里面 主要要处理的呢 就是这个知识论的问题 就是说是 我们怎么样子去明白真理 明白真理的正当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要研讨这个系统神学的时候 我们这个系统神学 研讨它的这个方法是什么 我希望我跟你们大家分享 因为不是光光是一些 一个系统的教育 让你回家去背的 然后你今天能够背 上课的时候能够背到85% 然后过一个礼拜以后 20%剩下来 再过一段时间以后 也许只剩下5% 不是要跟你用 记忆性的一些这个教育 让你来去背的 而是希望呢 我们能够学习一个 思考的方法 了解真理的一个方法 有一个系统在那个地方 这样子的话 我们随时呢 我们都知道 怎么样子去处理 各种样子的问题 这样子我们学习这个基督教教义 学习基督教这个神学呢 才比较有意义一点 所以 圣经里面讲不讲 真正的知识是怎么来的 我们怎么样处理知识的问题 什么是真知识 讲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看宗教哲学呢 基本上所回答的问题是一样的 只是答案不一样 它性质是同样性质的 正理性 还有一个关系性 因为答案不一样 刚刚没讨论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这个 这个 传统的文化当中的话 我们也碰到一些这个非理性的东西 比如说 我到底是人还是蝴蝶 谁知道 我到底是在做梦呢 还是事情是真正的在实现的 中国的传统文学里面 这个传统教义 有没有这样子的教义 有 OK 那比如说是 佛教的这个达摩祖师 他面壁 多少年 我都记不记 他在那里思考 到了有一天 他悟了 悟了什么东西呢 你讲悟了东西 你讲给我们听 大家都悟了 大家都悟了 不是很好吗 讲不出来的 你都悟了就是悟了 你自己去面壁 去思考的时候 到时候就悟了 那么这些东西呢 是一些非理性的信仰 可是呢 他这样子的信仰 是有一些哲理的这个背景在后面 比如在讲文天祥 讲那个正气歌 他讲 天地有正气 杂然复流行 下者为何欲 上者为日心 他欲人越浩然 佩乎晒昌明 等等 那你明明读过这个 他基本上讲正气 他讲那个气 是什么东西呢 你仔细去看的话 他说这个气呢 上面就是这个天 下面是山水河雨 等等 他基本的观念呢 是我们称为他一个 叫泛神论 真正的真理的一个道理呢 是整个宇宙中间的一个总和 整个宇宙中间的一个总和 这个呢 又是一个不同的答案 换句话说 可是他探讨的问题呢 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做皇帝的要这样做皇帝 做成子的要这样做成子 为什么这样子呢 按照他的思想 是一个泛神论的一个思想 OK 好 那我们就想想看 我这样子跟你们讲东西 不晓得你们习不习惯 也许在你们的学习当中 这样子的思考是不习惯的一样东西 我就希望 重点呢 就是让你知道 宗教跟哲学呢 距离不是那么远 相同的地方是 他们回答的问题是相同 不同的地方是 他的答案不同 我们迟早就会看见 这个答案 答案呢 是什么样子的答案呢 这是很有分别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 比较注重是在 护教学里面 比较更注重这个问题 我就只给你们提到这里位置 就让你们所考虑一下 你们所接触的这个宗教 所接触的这个哲学思想当中 有哪些是理性的 哪些是非理性的 能不能够分辨一下 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什么 好 讨论一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